1990年 陆家嘴 外高桥 金桥 三个国家级开发区获批设立 两年之后 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 成为浦东开放开发的又一大王牌 2020年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从一片农田迈向世界一流科学城和科技测源地 张江的机遇与使命是什么 来看记者对张江高科董事长刘英的采访 张江科学城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中心位置 这里汇聚企业1.8万多家 聚集了中芯国际 罗氏制药 微创医疗等一批 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 有中国最完善 最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 在全国取优势地位的是我们的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板块 具体的数据方面 比如说以生物医药为例 那么我们可以说全国每批准 三个创新类的药物 创新药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就会来自于我们张江 在集成电路方面 2019年张江的集成电路的产值 是超过了1045亿 我们是在用全国十万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我们在集成电路产业方面 占据了15%的这样的一个产值 走进张江科学城展示厅 首先看到的是1992年 张江高科技园区开源至今的发展历程 深耕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三大硬核领域 张江捷报频传 国产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新药上市 填补该领域长达17年的空白 中芯国际14纳米级芯片实现量产 刘英认为张江从成立到现在 坚守高科技的初心从未改变 张江从成立之初 就给他的战略定位是说 要做高科技园区 站在浦东面向太平洋 面向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科技测源地 在这个生物医药方面 世界排名全时的500强 有7家研发中心在张江 那在集成电路方面 同样世界排名前十的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有7家 它的研发中心也在张江 带来了我们的科技水准 和世界顶尖水平的链接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 非常大量的 有全球视野的科技人才 您认为浦东开发开放 30年以来给张江带来的机遇 体现在什么地方 张江科学城的发展 以及我们张江高科的发展 始终是伴随着国家战略的 不断地在高科技方面的深化 而发展起来的浦东新区 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新创业的 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 不论是国际化的人才 还是我们本土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 不论是世界500强的企业 还是我们在张江孵化出来的 这样的一些小微型的创新企业 它都能够在浦东的环境 大环境当中 能够找到自己发展的空间 另外一个浦东开发30周年 在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方面 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也是我们众多的创新企业 能够找到更好的发展空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 近年来上海浦东聚焦中国新 蓝天梦 创新药 蔚来车 智能造 数据港六大产业 张江也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 不断地强化 我们在基础端 在卡脖子端 在我们自主创新和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这样的一些专利技术端 我们去做更多的一些突破 未来在药品的审批 医疗器械的审批方面 我们会迎来更好的更有利于 我们创新企业发展的 这样的一些政策 并且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政策 在浦东的先行先市 也会逐步汇集到 全国的科技创新企业 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